22号全台新增8例确诊个案 其中2例本土个案都发生在基隆 确诊案16462 是一名50多岁女性导游 她原本住在三重 8月中旬才搬到基隆中正区 10月6号到10月9号这4天 曾到台大医院陪伴生病男友 10月13号去到台北多间公庙 包括嵩山奉天公 台北赴城隍庙 及新北瑞芳的深奥碧云宫参拜 10月19则搭乘台铁 从基隆搭到戏指站 再前往宜兰罗东 旺仔机餐厅用餐后到三星感恩宫参拜 16462 这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 她的CT值更高 是33.19 这个个案跟她男性友人 二彩都是PCR阴性 目前已匡列9名同行参拜友人 进行居家隔离和PCR检测 确诊个案则收治在基隆长庚医院 虽然案16462检测后 CT值偏高 传染力不强 但被列为足迹的餐厅 已经自主电修3天 感恩宫庙方人员也不免担心 她会不会担心 当然是会 因为我早上去就去猜点 再度传出确诊足迹 民众的神经也跟着风景 大家还是要加强自我防护 任何一个防疫环节都不容松懈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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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